继续带您看新闻 副总理黄勋才在接受五频道新闻的访问时表示 政府通过新加坡携手前进行动 以获得许多有用见解 下个月起将扩大同国人的交流活动 以共同探讨未来政策 黄勋才是在新传媒五频道的现场访问中表示 扩大后的交流活动将以各语言进行 政府也将探讨如何让国人社区组织和企业参与实践行动 公众可上新加坡携手前进行动的网站报名